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我们刚才看到有人就出来抗议 还有人是不满政府劳保年金改革方案 全国各地的劳工团体将在下午一点 集结上街大游行 分别提进行政院还有总统府 要提出七大诉求 要求马政府正式劳工的行程 今天的劳工游行兵分两路 第一路线是由官场失业劳工 青年学生等公运团体发起的 抗议官逼民返 将从井南路出发 行进杭州南路 中校东路 最后到达行政院 而另一组则从自由广场出发 前进凯达格兰大道 反对劳保年金不当改革 而劳工团体提出了七大诉求 针对整体劳工福利 他们反对年金改革是越改越糟 要求制度提升基本工资 针对正义多时的官场劳工 则希望落实集体协商制度 资遣退休纳入电厂 而针对劳工基本的权益 他们也呼吁 劳动基准必须要一体试用 外劳本劳同工同酬 并且要终结责任制过劳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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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点赞 订阅 订阅 词 fine c赞 future 感谢观看